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和男朋友一起去看流星雨这么浪漫的事好像听起来也不错 他刚走出学校门口就发现自己的男朋友已经在学校门口等着他 他的男朋友叫特姆一个看起来十分不错的小伙子 但实际上尤利亚的父亲并不怎么待见特姆 他们两个人约定好了一起去看流星雨 尤利亚的父亲得知他要去看流星雨后并不允许他出去 在父亲离开之后特姆他们两个就一起出去了 他们两个人在和尤利亚最好的闺蜜在一处高楼上的屋顶上等待着流星雨的降临 在等待观看的过程中利亚和特姆一直在热烈的拥吻 在一旁的闺蜜有些受不了就把自己家的钥匙给了他们两个 让他们两个人去他家里亲热 在人们不知道的外太空一艘宇宙飞船崩溃在了这次的流星雨当中 飞机的引擎出了问题飞船被一直关注着的流星雨的俄罗斯国家防卫局发现了飞船 最终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他们决定派出歼机几艘直落飞船 这艘巨大的宇宙飞船最终在俄罗斯境内尤利亚所在的城市内降落 由于船体的巨大这艘飞船在降落的时候对制作城市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尤利亚和他的男朋友特姆侥幸在这场灾难中存活了下来 但是尤利亚的闺蜜却死掉了 尤利亚是在被送往医院的第四天后醒来的 当他得知了这一消息之后显得极为悲伤 这时他的奶奶已经从老家赶过来照顾他了 他的父亲已经作为此次事件的负责人准备常驻军方 尤利亚因为闺蜜的死显得极为愤怒 他将自己的怒火以及对父亲的不满全都发泄了出来 他和父亲吵了一架 第二天尤利亚在准备上学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校车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从大巴车改成了军事武装车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尤利亚闺蜜的事 对此他们都感觉到十分的伤心 同时他们也对尤利亚感到十分担心 到了学校尤利亚和之前对外来文明保持友好 以及欢迎态度的老师发生了争吵 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外星人的到来会发生如此悲伤的事情 尤利亚和特母以及特母的一些朋友 一起来到了宇宙飞船迫降的地方 即使在这方圆集里之内已经被戒严 还时不时的有军方巡逻 但是他们还是想要通过特殊途径进去 尤利亚想到为自己的朋友报仇 但是很不幸 在这一过程中 尤利亚已经被他所痛恨的外星人救了一命 尤利亚突然感觉到 其实外星人并没有自己想象的这么可恶 要不是军方击落了他们的飞船 或许他们就不会选择迫降 或许他的朋友也就不会死 那个外星人为了救他受了重伤 尤利亚无法看到救了自己一命的恩人就这么死去 他在同学的帮助下救了这个外星人汉克 机缘巧合下 尤利亚得到了汉克的手镯 只是汉克能够得以拥有永恒生命的手镯 军方和尤利亚都发现了外星人的秘密 外星人以水疗伤的重要工具 出来地球的汉克显得有点像个懵懂的孩子 一直以来都是尤利亚在他身边帮助他 渐渐的尤利亚和汉克之间产生了感情 而特姆的朋友看到尤利亚和汉克在一起 以为尤利亚一情别裂 他们在尤利亚快将汉克送上飞船的时候 阻止了他们的去路 他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最终因为尤利亚的受伤 只使汉克突然暴怒 打死了他们其中的一个人 汉克和尤利亚也游子被军方看管起来 尤利亚用自己的生命 要挟身为军方上级首领的父亲 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 将汉克送上飞船 在这一过程中 汉克为了保护尤利亚受了枪伤 而尤利亚也因为身体技能受损严重 而命悬一线 最后是汉克的飞船救了他们 尤利亚最终活了下来 但是汉克却因为受伤过重 一直昏迷 并最终被带离了地球 回到了他的家乡双子星系 而此刻远在地球的尤利亚 只能通过在地球远眺着双子星 那个遥远而却有汉克的地方 好了 今天电影就到这里